大家好,今天我们来看一部小伙死后变身地狱警察的喜剧科幻电影《冥界警局》 男主是一个美帝国主义国家的普通警察 他有一个温柔贤惠的女友,两人感情很好 但他们一直都在为没钱结婚,没钱买帮而发愁 在一次嫉妒行动中,他和搭档凯文截获了很多的黄金 他们决定铤而走险,私吞了这批黄金 然后把黄金埋在了家里的花园里面 不过第二天男主就后悔了,他告诉凯文 他觉得这样让他的良心过不去 听了男主的话,凯文觉得男主是对的 就答应男主一起上交了这些黄金 接着两人一起参加了一个抓捕行动 任务很顺利地完成了 但凯文却在男主的背后抠动了板机 男主被子弹的冲击波推下了大楼 起身后他发现时间好像凝固了一样 接着天上出现了一个龙卷风一样的漩涡 把他吸了进去 没错,男主已经死了,这里是地狱 坐在他面前的就是地狱的工作人员玛丽 玛丽告诉男主因为他在人间汤墨仓款应该被执行死刑 但是现在地狱正是用人之计,鉴于男主的身手 玛丽让男主当上了地狱的警察 男主的搭档就是这个糟老头 他叫罗伊,是一个老流氓老油条 他已经在地狱工作了一百多年 他自称死于1880年 死之前是一个西部牛仔,枪法了得 但是废话特别的多 他告诉男主他们的任务就是抓捕那些在人间的死鬼 也就是说男主是可以返回人间的 但必须是以鬼的身份 于是他来到了自己的葬礼 看到女友那么的伤心 男主就跑去和女主说话 但女主似乎并不认识他 原来为了让地狱警察可以在人间顺利的执法 铭接警局给了他们一个人类的身份证 在活人看来 他们的样子其实是身份证上的样子 比如老流氓罗伊在人间的样子 其实是一个大波妹 而男主则是一个华裔的老头 接着他们接到线人的举报 去抓捕一个死鬼 罗伊给了男主灵魂子弹 这种子弹只对鬼魂有作用 对人类没一点伤害 但必须击中鬼魂的头才行 他们鉴别鬼魂的工具是嘎吏 咖喱可以让鬼魂现行 比如这个鬼魂因为生前喜欢打小报告 所以死后变成了大嘴巴 因为他们都是鬼魂 所以从高楼掉落下去也不会死 但还是会觉得很疼 在击杀了这只鬼魂后 男主发现了一些黄金 这些黄金和他生前摊没的黄金竟然一模一样 这让男主对自己的死更加的怀疑了 把黄金上交后 男主和罗伊就开始一起调查黄金的来源 很快他们就发现了男主生前的搭档凯文 凯文跑到男主的家里 从女友手中骗出了男主藏的黄金 然后把这些黄金给了一个胖子 这个胖子很嚣张 光天化日之下就变成了鬼的样子 于是人们就看到了一个胖子 带着一个大不媚飞天遁地 结果胖子还是逃走了 而男主和罗伊因为在公共赏和胡闹 被冥界警局解雇 而且24个小时后要被执行死刑 男主当然不想这样窝囊的死去 老流氓罗伊也不是省油的灯 他们猜测凯文也是一个鬼魂 然后他们一起找到了凯文 很顺利的抓到了他 果然凯文是一个鬼魂 接着两个人把凯文带回了冥界警局 却没想到凯文是故意被抓进来的 原来那些黄金是一个 可以打开地狱之门的机器的零件 凯文来到地狱就是为了找到这些零件 在地狱里面也预先埋伏了大量凯文的手下 他们一起抢走了零件逃回了人间 男主和罗伊也急忙追到了人间 但此时凯文已经把机器启动了 地狱的通道即将打开 但机器启动需要人血祭祀 所以凯文抓来了男主的女友 男主等人随即赶来 但女主已经奄奄一息 机器也开始运转 罗伊用一辆挖截机毁坏了机器 地狱通道也被关闭 男主也趁机击杀了凯文 但此时时间却凝固了 原来女主的生命即将结束 好在最后女主被抢救了回来 没有死去 男主和罗伊则回到冥界继续做警察 不过鉴于他的这次应用表现 警局可能觉得华一老头的身份证不好看 于是就给他换了一个新的身份证 以便于和罗伊搭配 至此电影结束 其实鬼这个东西是存在的 不怕告诉大家 老弟我其实是毛房道士第56代传人 最近老弟发现有很多的狐狸精来到了人间 他们长得漂亮 身材好 知书达理 还都单身 所以各位哥哥姐姐 如果你们见到这样的女子 还请及时告知老弟 让老弟收服这些妖孽 缓人间以太平 哪怕被狐狸精掏心挖肺 老弟也在所不惜 好了 今天就到这里 赶紧点个赞吧 我是朱迪 一直爱看电影的毛房道士 我们下期再见